行,没事,我想办法 放后门 咱们小肖做的总结吧 这是备战冬季 最后一个项目了 轮胎一换完,加在加外 基本上也就 没啥需要搞的了 用哪些琐碎的项目呢 修狗窝 胡窗框 贴塑料膜 买菜 买冬储的土豆白菜 交去暖费 然后 给车做保养,换密封油圈 检查油水 他就是 换一套新轮胎 其他的 还有什么呢 大概没了吧 剩下的就是 等待 极寒跟冰雪的到来了 暗淡了 暗淡淡的 熬过这个冬天 老多朋友问 出去旅行吗 京东是不出去了 京东就在墨河 陪陪孩子 陪陪父母 照顾客栈 然后呢能接点领队的活 就接领队的活 没领队的活 咱们 在墨河拍拍风景 发发作品 过两天下雪了 都忙完了 冲冲也能直播了 真的挺忙活人的 这一入冬老多事了 还有一个项目没完成了 就是把车扑门 改造升高一下 这现在没啥了 咱们到轮胎店了 叫他给咱 换轮胎 做动平衡 电源已断开 每个胎40 换胎加动平衡 其实这啥胎我把它换掉 也主要动平衡的原因 现在车上这四条胎 因为在西藏的时候买的是 不太好的 跑起来发抖 咱们在西藏的时候买四条 质量不好的菜 天天跑那个穿越路线 你啥好菜也见不着那种意外损伤 说嘎破台币就嘎破台币 所以那时候就过渡的时候 就买了四个 不是买四个 八个还是十二个了 在这儿胡在了几年 其中还有崔哥赞助的两条台 比心要谢谢我崔哥 现在回到末尔了 因为特殊天气的原因 大冰雪 而且 冬天我在家不出去想接点 自驾带队的活 我就想着 减少安全隐坏 把冰冰做好 用点好台 这次买的是 克马仕的 CF1100 35买12.520寸 克马仕的 CF1100 这个系列 我这个标号 35的 12.5买20的 1500多 一个 这四个胎就 6000多块钱 不到7000块钱吗 如果是同尺次 同型号 百禄池的 这四条胎 可能要 12000左右吧 这么省了几千块钱 看看是哪年产的 他答应给我是 23年 23年第26周 一个月四周 4624 6月 7月中旬产 就算是全新胎了 2.7吧 2.7就行 弄下来一个 这是第2个 咱们看看这个 克马仕的 台保护距离怎么样啊 看看公平 其他人的差多少 差多不 还行是吧 还行是吧 你原先贴那个 差的是 原来那个你别提了 贴半斤铁 原先你没看贴的 其他那些块 你看那都写 这个1570 差的还可以 是特工压的 设计技术 是特工压的设计技术 记得来点 已经带动 他相信 是没有什么 难的 一定分析 好 我 这个腰间大学 一招之间 出席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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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好看啊 哎 变小了 我嫂子微信啊 完事了啊 走了 蒋哥 拜拜 A系的优点是兼顾功能性能跟轻度越野 他的排水滑温还有弥地效果 确实不如MT 但是胎灶 小很多 如果你用的是百路池的那几乎胎灶 接近于普通公路台 咱们科马士呢 也还不错 总体不会咕噜咕噜咕噜那么响了 另外动平衡方面啊 它是能坐得住 啥是动平衡呢 就是跑起来不会嘟嘟嘟嘟嘟死往摇摆不会抖 很舒服的 MT就好难做 冰雪性能就是防滑性这一块 AT呢 还要比MT好一点 虽然不如雪地台 但是效果要比MT强 今冬天可能就不会去什么西藏 新疆了 那就这个AT胎会舒服很多 就会没什么声音 但没有颜值方面还是MT MT帅一点 这种大皮卡是合MT MT帅